那跨界的話 我覺得最近來講 大家可以找 我就盡量去找 叫做跨界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訂閱 分享 必加我的LINE AT 好 各位現場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財經軟實力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 摩爾投顧的何姬鼎分析師 姬鼎你好 姬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那今天這個盤恐怕讓很多投資人失望 因為跌的超過百點 這跌點算多啦 而且五日線 十日線又失手 同時台幣扁破32 創下今年匯價低點 等於股匯同殺 而且呢 匯市看起來 這個32扁破不是太妙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個跟美國的情勢有關 因為在昨天晚上 美國公布出來ISM的服務業指數 就非製造業指數 這是比預期來的強 而且是往上升 那這樣錢快美金 對整個通膨形勢也不利 所以市場對於這個11月12月 聯準會要升息的這種預期心理又升高 導致美股的下沙 那美股的下沙 當然就引到了今天台股的下跌 不過各位有發現 雖然台股弱 但至少都還守住月線 但月線破了就不太好了 我自己個人覺得說明天蠻關鍵 能不能守住月線呢 這是一個重點 那至於說季線看起來 1時3克沒有量的情況下不容易突破 那今天盤子比較好的情況是下沙沒有帶量 今天量能其實是縮的 這是我覺得比較好的狀況 也就是說呢 並沒有很強大的一個賣壓啦 就大家情緒上沒有那麼恐慌 這個是我個人對於今天這個盤勢的觀察 不知道基林你的看法如何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還就是 美在三個月期就三個月期就好了 三個月期的殖利率就高達5.5%了 那些很多有錢人其實像馬斯克也說啦 那現在巴菲特他做的投資很簡單啊 他就直接把他所有直接拿去買那個美在三個月期的 因為三個月期的你說他要違約 不太可能吧 三個月後就到期了 三個月後就到期了啊 再加上你是跟美國政府借 美國政府他還你的是什麼 是美金啊 美金是誰印的 是美國政府印的 所以不太可能會違約 那你看三個月期流動性非常高 那我們就比較一下好了 美在三個月就有5.5% 那光是台積電我們看台積電就好了 台積電每一季是配多少 每一季配2.75 每一季配2.75的話 四季配11塊 那以剛剛最新的收盤價542塊 你11去除上542 殖利率只有2% 殖利率只有2% 所以我今天我還沒有看外資是買超還賣超 那估計就是外資在賣超啊 那外資賣超最主要的應該還是 我覺得全子股會比較容易變成提款機啊 那全子股如果受傷的話 對指數影響就會比較大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盤面上的全子股 幾乎走勢都不太漂亮 所以帶動今天台股再繼續往下衝 那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太恐慌 因為其實我們明年還是有總統大選 我相信啊 這幾天如果再疊下去 政府一定會出台一些政策性的利多 像前一陣子台幣在扁塊要扁破32塊的時候 那個中央銀行有沒有 中央銀行不是就說他要去查 要去金檢那外資有沒有在那個放空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金管會 金管會也開放說那個外資 他可以用台股去質押借外幣 就可以避免說你們如果只是短線上需求的話 你們不要賣台股 你們不用賣 你們就把台股拿去質押 你就可以換成那個美金 這樣用就可以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以現在目前的狀況來講 如果說這樣做的話 也許外資還有套利的空間 因為美債那個3個月其實5.5 那假設他拿台幣去壓 就應該說拿台股去壓美金出來 去換那個換成美幣 然後再去那個買美債的話 說不定有利差 因為在台灣的話台灣利率比較低啊 沒錯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太悲觀 那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那個KD指標已經到高檔了 所以這幾天他會向下修正是很合理的 因為KD指標已經到高檔 我覺得這幾天KD指標可能會持續的往下 那帶動這邊的指數會持續再往下一點點 那我認為整體來看他只要不要跌破前滴 前滴大概是在15000大概400點附近 前滴如果沒有被跌破的話 我覺得整體來講還是偏多頭 只是現在的話 股市會比較震盪 16500點附近 對16500點附近 就是你說前滴嘛 最低是16200點 對 200多點嘛 對那只要不要跌破的話 我認為整體來講 多頭格局沒有改變 只是持續的來回打底 那既然來回打底的話 我覺得操作上面大家就要更小心留意 就是 不要去過度去追高 因為很多股票 著勢經費 對 著勢經費 今天大漲明天就大跌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呢 盡量就是收黑去買 買黑不要去買紅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做的話 我建議可以 避開一些全職股 找一些比較 中小型的股票 因為中小型的股票比較不容易被當成 提款機 對 這個提款機 ATM就是台積電了 你看看台積電今天跌8塊嘛 跌到542 創短線的低點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櫃買紙 櫃買紙其實是日K線雖然收黑 但跌幅比大盤小很多 它只有跌了0.3% 我們看 對櫃買紙也是結束日K線連9紅 它雖然說 今天收黑 但是結束連7黑 連7紅 對不起日K線連7紅 過去7個交易是日K線都是紅棒 那今天收一根黑K棒 我覺得還是相對 比大盤強勢很多 而且你看單日的跌幅也比較小 另外櫃買裡面 感覺起來還是蠻多強勢股的 所以剛剛機靈有講說避開全職股 找一些中小型的電子股 可能是這一波現在目前的一個操作策略 跟主軸方向 那大盤當然這個外資不斷的提款 台幣扁破32這也沒辦法 這些全職股 也只能等待東風了 等待整個台幣回穩 那美元太強也是個問題 如果美元開始轉落的話 我覺得 全職股的機會又會回來 不過今天看起來 基加也有止跌回穩的機會 自家盤中 這個找盤的時候往下殺 但是 突然就是急拉上來 那最後呢是收漲 而且漲還是要8塊 漲還不少 是基加觸及到季線 是不是真的出現了止跌機會 同時AI相關族群我們怎麼觀察呢 其實AI股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比如說像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AI三雄就是 廣達技嘉 偽創 那這三次的部分 為什麼最近來講好像都沒有什麼變化 好像還持續的向下修正 那今天技嘉的話 我之前有送大家那個 AI指標股全攻略 那邊有寫哦 技嘉我那時候就估計 它是在300到350之間區間震盪 今天跌到300塊 果然就有買盤加持了 大家就會覺得很擔心 因為它是一直跌一直跌 從350一路往下跌跌跌到300塊 那跌到300塊就是 大家有可能很恐慌 今天又看到大盤在跌 可能不小心出脫了 出脫結果就殺到最低點 所以我們AI股的指標股全攻略 大家有拿到的話 記得要去參考一下 因為看到今天的那個技嘉 就是守住了300塊的整數關卡 那你再去看一下 我之前也寫了 就是比如說像廣達跟那個偽創的部分 他們其實也是守在前滴附近 持續的打底 那現在呢就是AI股就是籌碼持續的修正 那為什麼籌碼持續修正長不起來 最主要就是啊 很多AI股業績還沒有公佈 還沒有拿出來 那你拖得越久 那投資人就開始擔心啊 到底拿出來拿不出來啊 你是來真的還是來假的 會不會是很成績很爛 不敢不敢拿出來 對啊 那所以就是大家就越想越擔心 就開始賣他自己手上的AI股 所以AI股的操作的話 現在是抽麻比較凌亂 就是要先等待一下 那在等待期間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車用相關的類股 車用 對車用最近其實蠻強的哦 你要去看一下其實中國那邊啊 為什麼車用那麼強因為中國那邊車真的賣得很好 我有在那個網路上找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灰色的 灰色是2021年 灰色假設我們從1月開始看 灰色是2021年大陸的銷量 車市的出口的銷量 那再來藍色的部分是2022年大陸 中國大陸哦 車市出口的銷量 那2023年是這個叫做棕色的 棕色的部分 哇你看1月哦 光是從今年1月開始 從2021到2022到2023是持續的大幅成長 那從1月開始看哦 你看每個月他都是大幅成長 看到2月大幅成長有沒有 看到3月也是大幅度的成長 4月也是大幅度的成長 5月也是大幅度的成長 其實中國的車啊 那現在最主要外銷出口都是電動車 因為在歐洲啊 比亞迪啊 比亞迪賣得很好啊 東南亞 慕尼黑車展 聽說比亞迪的這個車子是大叔風頭 對啊 那以我們統計看起來 中國1到6月份出口的汽車是214萬輛哦 那比日本我們都知道日本是汽車大國 日本汽車大國從1月到6月他只有賣202輛 對他出口已經超過日本 已經超過日本了 之前是追 前幾年是先追過韓國 現在已經是超過日本 對所以中國車市的競爭力真的非常強 所以你現在盤面上 跟中國有關的供應鏈 其實啊 現在台股啊 有跟中國有關的 就車用相關供應 其實是真的蠻強勢的 那再加上其實中國除了就是 就是那個電動車的一個就是競爭力很強之外 那現在烏二戰爭 俄羅斯那邊 俄羅斯那邊的車幾乎都是中國人 是嗎 對啊 真的 因為他被經濟封鎖 他被經濟封鎖 沒有人敢去那邊做 做 就應該說沒有人敢去那邊賣車 沒有外匯啊 沒有外匯啊 沒有美元可以用 對啊 現在他們都用人民幣 所以現在俄羅斯人算是可憐嗎 只能買中國車 也不會啦 其實BRD做的也挺好的 對 可是如果你不喜歡電動車 你有那種電磁焦慮症 對啊 有些人會啊 對啊就是電動車你擔心 喔50%會不會剩下兩個小時開 有些人會啦 好所以呢 我們就是回到就是 車用相關類估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來講 車用真的超級強 比如說像今天 今天台股還在跌 電影 電影它是車用PCB版 這一波漲幅啊 已經高達80%了 超級強 一直漲 今天還在車在創新高 完全不理會今天的大盤 大盤今天跌 它照樣是漲不停 好那我們看到 電影之後呢 我們之前在我自己的 就是我的頻道上面 有跟大家講過 像泰帽 他也是 他是中 他不是中國 他是台灣第一大的活塞環的廠商 中國市占率66% 你看跟中國有關喔 兩個禮拜前 他從89塊 一路漲到最高是120 雖然說這幾天是有出現修正 但是漲了那麼多修正也合理 那也呼應到我剛剛跟大家講的一句話 就是 現階段操作 不要去追高 那盡量是買黑 或者是買震盪不跌 等到不跌你再買 不要看到跌 就趕快進場去買 可能會越跌越深喔 那再看到一家部分 走勢也非常強 他也是 車用PC版啊 那他車用佔他的營收比重是65% 那這幾天雖然說也是收黑 但是他已經長了兩根掌停板了 兩根掌停板掌完之後 這幾天跟著大盤修正 我覺得也修正到一個相對的一個支撐線 我覺得也還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我幫大家畫的黃色這條線 黃色這條線 如果未來這幾天沒有被跌破 那搭配KD指標又修正到50以下的話 也許是另外一個值得進場的點位喔 那再來林陽的部分 他是做車用IC設計的 就是車用輔助先進系統 還有一些影音設備 那車用出口旺的話 那當然帶動他也是跟著很旺 那這就是我講的其中之一個 卓士金飛骨 有沒有 他那一根掌停板之後 連續修正兩天 連續修正兩天 所以呢 我不是說建議大家要去追稿 我建議大家如果修正的差不多了 可以再去買 最近來講 因為行情就是持續 持續的震盪 所以呢 既然是行情持續震盪的話 千萬不要去追高 那追高的話 可能你今天追了明天跌 那你又很失望 你失望了以後 你把你的股票賣掉 你發現你賣掉之後 可能又賣在低點 他又漲起來給你看 現在股票很磨人的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大方向大策略 就是現在台股就是一個區間震盪的操作策略 那既然區間震盪的話 漲起來你去追的話 可能隔天就往下修正 所以我建議 要趁台股往下跌的時候 進場去買進 比如說像今天明天啊 如果說台股這兩天都打底了 不再跌了 我認為都是進場的好機會 那至於啊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剛跟大家挑那些股票 最重要還是就是 你挑股票不要只看 就是技術面 都只看技術面 要看基本面啊 還要看產業面啊 那前一陣子產業最夯的就是AI嘛 那最近來講我覺得盤面上 比較有明顯整體性的走勢的就是車用 那當然你會說什麼 有一些什麼做塑膠袋的 還是做風口箱的那些的小公司 比如說像地球驚天大漲 那種公司我們就 如果說大家想去做的話 那可能做一兩張 那也不能買太多 那量很小 有的時候那種股票也蠻懸的 那種股票的話沒有太強的趨勢性 所以我覺得是不太適合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這一些 那這一些的話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覺得電影 當初會找到電影 而且電影為什麼那麼強啊 那其實啊 我覺得 最近開一部電影就是跨界玩家 喔 你講的是一個賽車的電影對不對 他本來是那個玩GAM的 對啊玩GAM的 對 蘭大哥有去看嗎 我看預告片 對我有看到他預告片 預告片對 他就是講說 但我覺得那部電影好像看起來蠻刺激的 對啊蠻刺激的 還有講說你是 不是你啊 是主角 主角是打電動高手 然後因為電動高手他就是模擬嘛 模擬完完完就繼續開真實的賽車 喔那不一樣喔 你在電動上撞車不會死人 你真的在賽車上撞車會死人 那有點改編成分 那是真人真事有改編 但是 我有去看一下他改編的真人真事就是 沒有得冠軍啦 但是是大概二三級的賽事 他不是一級賽事的 就不是最 那種巡迴賽最大的場面 畢竟那個 都從小訓練的 而且賽車手 通常世襲的比較多 就是 爸爸是賽車手 當然有賽車手有錢就給小孩子當玩具 然後就一路磨磨磨磨磨下來的 那打電動跟臨場 有三百 你那個拘力承受度 那個心理會恐懼 那 應該也是蠻難唸出來的 但他是 確實有這個真正的上場 確實有這個人 就是說他打電動 參加比賽 然後訓練他變成賽車手 那 講了差不多跟股票有什麼關係 對啊跟股票有什麼關係 那跨界的話我覺得 最近來講 大家可以找 我就盡量去找 跨AI跟車用 叫做跨界 你既有AI又有車用 或者是 你多幾個題材 兩個都吃到了 對 你這樣多幾個題材的話 在行情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會比較穩一點點 那電影的部分 他剛跟大家講過 他主攻汽車版嘛 那他其實呢 在電動車來講 他的Q2營收占比 車用占比 就高達70% 70%呢 其中還有24% 是電動車 那你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這24% 未來會不會持續的擴大 24% 我們擴大到50就好了 24到50是兩倍 對啊 所以這樣的想像空間 就蠻大了 而且下半年會持續的出貨 因為你剛看到 中國的車市 你就可以很清楚之後 哇 他們的車市都是大幅度的成長 都已經超越日本了 好那我那時候 跟大家講的時候 其實他的本益比 跟殖利率沒有那麼不好看啊 那現在因為漲多了 本益比當然就是比較 比較高一點點 殖利率也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他趨勢還在 因為他的底部的部分呢 是持續不斷的向上墊高 這個我講的 第一個 他產業面 他既有車用 又有AI 第二個 基本面的部分呢 他過去來講 在還沒起漲之前 他其實他本益比 跟殖利率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們在八月份進場的時候呢 其實他是震盪打底完成 所以技術面呢 表現也非常的強勢 就是說震盪打底不跌 我們才進場 而不是進場去追漲停 追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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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當然會心臟會比較 可能也需要經過賽車的訓練 要追漲停 不過他已經連續拉四根了 對拉四根非常強勢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 為什麼投資股票 就是要堅持什麼 基本面技術面跟產業面 然後你面面俱到呢 就可以找到像這種 真正的標股 那至於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覺得 其實電影只是我們 就是整理的四檔股票之一 那還有另外幾檔的部分 包含比如像 還有一個檔叫做IC設計的 IC設計的話 它其實是做那個CMOS 它做CMOS的 那就是影像感測原件 那它的遊戲佔比 它第一個 欸跟跨界玩笑 遊戲佔比2-3% 那遊戲它是主要就是出貨 給任天堂Switch 大家不知道 應該都知道吧 它要感測嗎 對它要感測 它有很多是靠這個動作 對 那它明年要出第二代 聽說都是要出第二代 那現在開始會慢慢的拉貨 那它本身呢 在車用的部分 它的影音感測 也打入了先進輔助系統 那AI的部分呢 因為它本身是做IC設計的 它的美系客戶呢 也拜託它做了一個NRE 就晶片委託設計啊 去設計那個高速運算 那它目前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它殖利率4.74 雖然說還沒有達到 美在5.5的一個程度 但差不太多 但是差不太多 至少這種高值利率的 比較有保護嘛 對不對 那本益比相對來講 在成長型公司來講 20倍還算是可以接受 IC設計20倍 算是相對比較低本益比了 對 那還有另外第二檔的部分 也是一樣 它是一個IC設計的股票 那它其實它的AI的部分 是打到美國工程車的一個自動駕駛 還有就是導航的相關的一些設備 它可以幫工程車司機送貨的啊 幫你規劃出最短的距離 最短距離的話你就可以省油 現在油很貴 為什麼通膨大家感覺還會上來 就是最近油價又在漲 所以它現在賣這些AI的相關的 就是車用智能輔助系統 它賣得非常好 那未來部分它的晶片 也慢慢就是提高到4奈米 6奈米這種比較高階製程的 那所以呢我覺得這檔IC設計股票 也是蠻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這是產業面的部分 那基本面的部分 欸7月營收啊 因為8月還沒公佈啊 7月份的營收它創今年的次高 年增101%欸 夠強吧 一倍多 那它現在目前來講 因為它去年是有點虧錢的 去年虧錢的話 它本益比當然就算太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本益比跟殖利率 沒有那麼漂亮 但股票來講啊 我覺得油虧轉銀的股票 它通常是最標的 所以這檔股票也是蠻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最後一檔 那個是一檔封測股 那這檔封測股的話 它其實它在深更AI 跟高速運算已經很多年 它不是第一年了 它已經很多年了 所以產業面 它既有車用 它也有AI 那基本面的部分就厲害囉 基本面的話我們先看它殖利率 這殖利率的部分它有6.1%欸 比起美債高 比起美債還高欸 那本益比的部分只有13倍 哇 本益比只有13倍 代表它機器很低喔 股價機器不高 機器不高啊 而且我們要說 你看到這可能都是用過去的數字去推的 那我們看最新的 最新公布的基本面的部分 通常來講都是營收 那營收就可以看到 欸公司現在的狀況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8月份的營收的部分 哇年增7.4% 創今年的新高喔 那所以它的營收還是持續創高的 那就代表說它基本面沒有問題啊 它的訂單一直在接 訂單接的就是說它獲利也大幅成長 就所以它的本益比非常的低 殖利率非常的高 那這檔股票呢 真的蠻值得大家進場去做佈局的 所以我覺得這三檔呢 如果大家就是想要了解這三檔是什麼股票的話 大家可以加我的LINE啊 我的LINE的話 就是可以透過螢幕這邊直接掃一下 或者是用關鍵字方式搜尋 角數GD1788就可以了 直接LINE上面再跟我就是詢問這三檔是哪三檔 因為其實這電影跟這三檔是一起找出來的 總共找四檔 那電影就先噴了嘛 那其他三檔也許就有機會跟著向上 那我認為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個三檔分別是三二開頭 二三開頭 都是三二 三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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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都是電子產業 半導體相關族群 那大家要索取這三檔個股的話呢 因為稍微概一下 就是加入何吉鼎分析師的LINE群組 這個小老鼠GD1788 或者說你現在看直播你直接掃描QR Code就可以了 好那吉鼎 怎麼看第四季的行情呢 我覺得第四季行情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現在就是一個持續震盪的盤 那我認為下半年還是AI的天下 那第四季會走全職股呢 還是會走中小型股票 我覺得 也有很多人擔心後面行情會崩盤耶 喔對 你擔心嗎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擔心 因為其實去年算是一個空頭了吧 通常來講 我們有根據統計啊 就是從國安基金出廠開始 國安基金出廠就沒事情了嘛 國安基金現在來講平均三年會進場一次 大概三年 三年就有一次大跌 對三年就有一次 那還蠻頻繁的 那那那好 那假設就三年好了 那我們保守一點兩年 兩年他又要再進場 那兩年再進場的話 從我們國安基金退場是今年的事情 對 那今年才剛退場 你不要跟我講說才剛退場又要再崩盤 他又要再進場一次 對啊所以我認為 不至於到走那麼空 我覺得真正會有問題應該會是在選舉前後 因為通常來講都是這樣 我記得2008年那一年馬英九選到了 然後開始崩盤 那馬英九選前大家都很看好非常看好 那馬英九選上了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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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選完崩盤 那我認為現在還有政策性的利多保護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選舉現在各政黨 不管是在野黨執政黨 一定都會持續放利多啦 光是我跟大家講一點 大家覺得在選前會不會漲電價 當然不可能啊 對啊那你覺得選後呢 現在原油一直漲喔 選後機率蠻高 選後機率蠻高 台電一年虧2000億啊 對啊 選後調電價的機率蠻高的 對啊 那就是這樣 所以在選前我認為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選後也許就會出現修正 所以今年年底來講行情還是不會太差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嗯你覺得很悲觀 大家都覺得很悲觀說 甚至是進場的時間點 因為政府一定會隨時就是有一隻手跑進來 就參與 照你這樣講的話 明年行情就要稍微小心 明年行情真的要比較小心 我認為是在選舉的前跟後 在1月嘛 選舉是怎麼說 1月13號 1月13號 所以選前跟選後 這段時間呢 你就可能降低持股就對了 在選舉前可能就要降低 因為大家看那個 揮達嘛 財報一公布超級漂亮 結果開高走低 對不對 那就是利多 也許你叫他利多出現 但是我認為還沒有出完啊 那只是說 現在很流行就是利多賣股票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看到利多 就給他就是趕快賣一賣 那所以我認為利多賣股票賣完之後 如果震盪不跌的話 又是另外一個進場的機會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自己嚇自己啊 比如說像AI股的部分 大家又開始就是 只要他不漲 他持續向下跌 我覺得大家就開始 會不會沒救了 其實基本上AI股我覺得還是強勢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 今年大漲特漲的AI股 什麼廣達啦 偽創啦 偽影啦 或者技嘉啦 這些股票 獎實在漲這麼多了 修正回季線也很正常啦 更何況像廣達連季線都還沒有碰到 你說他已經漲了倍數了 修正居然還沒有修正到季線 那你說是強還是弱呢 我覺得是算強 只是現在大家就開始懷疑啊 因為畢竟比如說像偽創 他的基本面 營收獲利還是沒有拿出來啊 那他既然營收獲利還沒有拿出來的話 大家就開始懷疑 你偽創真的是 是讀拿揮達的基板單嗎 大概第四季的那個財報就可以看出 可是你看到股價大家都 大家就會自己嚇自己 通常投資來講 有很多一部分是在心態的問題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當所有事情都已經揭曉了股價 早就漲或跌下去了 對啊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有信心啊 那對AI股沒有信心的話 可以參考我跟大家講的就是 也可以在我的LINE上面跟我就是索取 因為我們這有持續的不斷的更新 我從1.0到2.0到3.0 欸會不會有4.0 不會啦 那盡量來講 你看一下我們幾乎來講都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比如說這樣 廣達技嘉偽創 我在這邊就寫了 就區間震盪嘛對不對 廣達的部分就是200次到275 到目前為止還是對的 技嘉的部分 300到350 到目前為止也是對的 偽創的部分 100到135 目前來講也還是對的啊 他沒有並沒有脫離這個區間 那只要在這邊區間的話 大家想看區間怎麼操作 區間的話我們就會 上下來回操作 那當然如果突破區間的話 大家注意喔 突破區間就不要亂出了 因為突破區間代表他也許 還有一段行情可以期待 突破區間的話 大家就可以用一個 比如說時間破的觀念 比如說欸三五天 他沒有辦法順勢持續的向上 再出就好了 那如果呢突破區間漲不太上去 就我認為還是要高檔要獲利了解 等到逢低再進場 比如說像 前上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吧 技嘉不是突破350 突破350那一波呢 其實我就看到 欸廣達 偽創都沒有漲 就只有技嘉在漲 技嘉自己在突破區間 喔那這可能就有問題喔 所以你看 很多人追在350之上 現在就躺槍了嘛 就中槍 就從350一路跌跌跌跌跌到現在是300 對那我認為 今天300這邊直穩了 對現在300直穩 今天我有我記得 我有在這邊 然後你看我區間都畫出來 這就是區間震盪嘛 就是我在AI指標五全攻略 幫大家畫出來的區間 區間就在這邊低點 他在這邊低點 果然就出現了一個什麼 紅棒子 而且KD指標順勢 到了相對的低點 也許快要出現了黃金交叉 所以我覺得 這附近300塊不跌 才是一個好買點 那甚至我覺得今天來講 我認為廣達是算蠻強的喔 嗯 廣達你看一下他 在區間底部 對今天收紅K棒 開低走高 他在240附近一直打底 都不跌破 打底跌不透 昨天甚至 嘗試要突破前波的壓力在這邊 壓力大概250塊 現在呢收盤價還是佔上了250 那以今天大盤的走勢看起來 欸廣達 算蠻強 我覺得廣達應該 這樣子的走勢看起來我認為 他8月的營收應該會有好消息 他的第二季財報就已經不錯了 對 所以我認為廣達向上 就可以帶動其他AI股也跟著向上 廣達現在等量啊 對 他量有出來的話應該就有機會 這波來講我們看到他在 徹底的過程也是量縮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下跌的一個修正 那AI股的話就像我剛剛講的 拿出業績的就會先漲 那重點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就是你投資股票一定要基本面 技術面跟產業面 產業面的話 AI是沒有問題的 那以銀邦來講就是我講的 突破區間嘛 你看 我在我的AI指標股全空力 我就跟大家分享 500到600之間區間震盪 這邊果然跌到500塊 跌到500塊之後 他就一路向上突破了600塊 那今天收盤 今天真的漂亮 今天大盤跌成這樣 他還是收盤收過了600塊 我認為這幾天還蠻有機會 持續向上的 大家可以留意 那為什麼銀邦那麼強 就我剛剛講的 他先拿得出業績啊 大家看到 銀收夠漂亮 這應該不用我多做解釋吧 這邊 銀收是持續大幅度的成長 而且 他的單機EPS 這邊也是再創歷史新高 伺服器機殼廠都拿出業績了 那你說其他AI股 會拿不出業績嗎 我覺得也是會拿得出來 只是 還沒拿出來 要一點時間啦 可能下半年就會發酵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等到 利多公布的時候 再去買AI股 那時候 我認為是追高 所以現在如果手上有一些AI股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的話 我們這個AI股的指標股全攻略 我認為拿回去看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說 你現在手上的AI股有哪一些 有沒有在這裡頭 如果沒有在這裡頭的話 也許在我的YouTube或LINE上面做個留言 也許我就把那些指標股 你手上的股票再加進去 跟你分享說 欸 你現在的操作策略應該是要區間操作呢 還是要 欸 就是獲利了結 我都會跟大家盡可能的去做分享 比如說像四星的部分為什麼那麼強 我在四星的 這一塊呢 我也寫 他只要撐住2300 他撐住2300的話 我認為他短線上隨時都有機會再創新高 那差很遠 今天收2460 對 那就看這幾天有沒有在守住 因為目前來講指標KD正在往下修正 我覺得最完美的點位就是 KD到了20 然後呢他還在2300之上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比較完美的一個進場點位 現在來講還是觀望一下會比較好 因為這麼多天了他還是撐在這附近 但我認為 如果你的成本比較低的話可以堅持 跌破2300再考慮要不要出 那為什麼四星先噴 也是一樣基本面啊 營收他先拿出來 那雖然說 大家會說這邊營收是向下跌的 那營收向下滑 但是他的 單機EPS就是拿的出來啊 即使他營收下滑 單機的EPS能上升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的毛利率 他的定義率 正在回穩 他第一季毛利很差 現在第二季的毛利已經開始在明顯在回穩 對他毛利回穩的話 就他的獲利就會提升 所以你發現他的股價就是比其他AI股來的強 而且再加上他跟那個信華 有那個餘量情節嘛 古王爭霸戰 對 古王爭霸戰 所以資金就會往那塊去走 所以他就跌不太下去 兩個跨界玩家 大家在尬槍 對啊跨界 他們跨界一下 大家尬一下 所以他們兩個也在尬槍 就尬一尬 對尬一尬的話 吸引資金 就有機會再 就是再繼續向上 那整體來講 我覺得最近還是不要過度去追高了 那所以還是一樣跟大家堅持 就是說 看股票不要只看技術面 真的 然後看技術面去追高 真的很容易輸錢 那我認為就是要總積面 總積面其實主要是看大盤 那基本面 技術面跟產業面就是看個股 因為總積面就像我們剛剛跟大家分析了 每在三個月 值利率這麼高 沒辦法 這外資一直賣超 對啊 對啊 這是這樣的看法 那所以呢有興趣的 就可以加我的Line 那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我的Line上面 去做就是聯繫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手上有AI股 那沒有寫在我的AI股指標全攻略裡頭的 那也許你跟我講一下 我下次再更新的時候 就把你的那個股票 放到我的AI指標股全攻略裡頭 那你就可以去做參考 好 這個大盤的部分 就等待美元回落了 等待在殖利率往下掉 那當然這要一些經濟數據的配合 我覺得時間應該不遠 這個美元再強 應該也強不過10月底 那也就是說9月10月這邊 可能就美元這一波指數的一個高峰 那接下來11月有機會往下掉 甚或10月中就有機會往下掉 如果快一點的話 可能9月底就有機會往下掉 那這樣大盤就有機會了 其實剛剛配合基金所說的 第四季行情不用太悲觀 我個人也是這樣覺得 我覺得真的台股要崩的話 可能是明年了 這個美台股市可能都要 明年的考驗比較大 但明年底又有美國總統選舉 你說美國總統選舉會讓他的股市崩嗎 好像看起來也不太容易 反正這些我們都在走著看吧 先不要預設太多的立場 否則會讓你產生一些 先天上面自我限縮 非常謝謝何吉鼎分析師 也謝謝我們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記得有機會的話 可以加一下吉鼎的Light at 掰掰 掰掰 Eagle 磨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